由澳門日報以及澳門國際銀行合辦的第四十屆十大新聞選舉 在歷時一個多月的投票之後終於塵埃落定 在24日的頒獎禮上 主辦方表示 今次選舉共收到超過93000票 而台風天甲、均民同心應對災難 以及中共十九大通過把習近平新時代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黨章 分別獲選為2017年的年度本澳新聞 以及中國及國際新聞 澳門日報社長陸波在電禮上表示 透過此類活動 可以促使大眾更加關心家事、國事、天下事 從而在社會上傳遞正能量 未來亦會繼續開辦 我們的朋友越來越多 我們的事業越來越興奧 可以斷言只要一天有新聞 十塊新聞選舉就不會停 就會繼續開業 我們期待十塊新聞選舉 未來更加揮過的40年 多謝各位 而除了公布投票結果外 主辦方亦都聯同多家贊助商 向擁約投票的多位讀者頒發獎品 其總值超過69萬澳門幣 桂國外 未來 未來 未来 未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